Hello 朋友们,这里是雷欧 好久好久没有拍视频了 今天呢,终于带给大家一个新的视频 而且是干货哦 我的小红买到现在已经开了接近4000公里 大家看还是用的原厂的排气 那么现在呢,我就要更换排气了 那么在换之前呢 给大家录这样一段音频 到时候呢,可以有一个比较 那么现在我们来点火 我个人的感觉啊 这个EUR4 规格的机车实际上相当安静了 那么现在就是原厂的声音 基本上如果是自己作为骑士 在车上的话 听的声音是非常小的 给大家听一下声音 哈喽,大家好 已经到了车库 现在新的排气在这里准备好了 然后就要把原厂的拆下来 把新的换上去 应该就OK了 OK,我们开始动手 嗯 这里有一个固定 这里有一个固定 应该就是全部的固定 啊 新的排气给了一个碳的 垫子 我目前还不是很清楚做什么用的 用Ellen Key 应该直接就拿下来了 试一下 试一下 这里的诀窍是不要彻底拿下来 把它搞松就可以了 这个是同样的吗 同样的 同样的话 就需要这边的扳手了 OK 嗯,这个应该是 往哪边进 住的边 啊 咦,这么一下就开了吗 真的是 嗯 嗯 它它大功告成 全部都已经固定好了 没有温期 这里 这里还适用的 原厂螺丝 下面 这里增加了 LeoVinci给的那个 炭的隔热垫 下面剩下的就是清洁 因为安装的时候 有很多指纹啊 油渍啊 什么的 嗯 如果不清洁的话 直接使用 就会出现 呃,不可擦掉的痕迹 因为油脂会燃烧 所以呢 现在我要用 这个专业的清洁器 把它全部擦一遍 就可以了 哼 这是什么情况 你们俩 看到这种 有什么滑 把油脂弹 砍 也没那么厌 都可以 而且 嗯 こう 把油脂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